回到節目的現場 台股這一波的多頭列車 就是持續的向前走 還是說需要稍微踩個剎車 甚至有可能轉彎頭之間 該下車的時候也不要留臉 對 現在目前 它沒有出現要下跌的跡象 因為它並沒有出現長黑 以及沒有出現頭部 但是整個大的一個套牢區域 就在上面 那個上面是上市公司賣 我們剛剛節目第一段看到說 上漲的時候籌碼一路進 高檔開始弱的時候出出出 到現在漲了這麼一千多點 沒有看到進的現象 你是說主力嗎 主力負存表 事實上反而也一樣 然後外資在買是因為要墊高指數 要做起貨結算嘛 但是來回正 那我們怎麼操作 我的邏輯先看 因為我們在這一段 大行情裡面的時候 我們先用技術面來看 因為它是第一季是空窗期 我們這樣來想 再來一個 之前很早的節目我談的是說 沒有見到大家進去之前不會下 三萬還沒進去 那怎麼拿進去呢 講它這個多好多好 事實上第一季不好 那我們來講說 目前我在這邊我在操作 玄谷裡面有法人買且強的 那你們要看的是 我在法人我們在操賣看的是獲利 第一季看營收那不算 現在我現在四月了 我要看你的第一季獲利多少 第二季獲利有沒有成長 第三季有沒有成長 之後才開始大幅的進去 所以說先發動的股票先做投 剩下指數股開始撐盤 各位你看現象沒有 先漲了是不是開始 慢慢在正當做投了 指數型的股票開始撐盤 那指數型哪些東西呢 鴻海台積電 開始了台達電 那原來漲的股票 那就慢慢開始弱了 鴻海終於漲了 終於漲了 終於漲了 這是我們在看 整個態度後面更細跟你講 再來看出來說大盤來做投資比例 如果大盤還往上 你的投資比例就要六成之上 如果大盤很弱的時候 你的投資比做多比例就往下降 同時過完的融券回補的時候 你這個空單又進去了 所以現在來有慢慢過完四月再說 因為有些公司確定沒賺錢 所以它來的話它沒有嘎不嘎空 那我特別要強調的是說 第三個按照位置來對號入座 今天我們不跟你報股票 因為三季太長了 三個月太長了 好 來 是 好 圖形 頭部 這個階段裡面我們先來看 現在在底部上漲頭部 風火輪戰法裡面 目前在底部的 底部的股票的時候 它這樣上來一個圖形裡面 三個階段 三個階段 三個階段底部階段的股票相對為少 而且我在我的結論就是 到了高檔會跟你講 衛健常黑反轉前偏多操作 但偏多是說我明天看漲 後天看漲 一個禮拜看漲 沒有說我現在才看漲 主身段開始漲到一萬五 這觀念問題 你在第一檔在看的時候 你鎖定節目是不是 你都早一路上去了 這觀念 再來底部階段 如果我現在還有底部階段的股票 它相對叫弱勢股 我們再講 我這樣給大家看 郁金光底部上我們一講說 這個股票要往上漲 有沒有利多 沒有 那現在利多很多啦 傳說某大 某大光學公司要賠 接單接的沒辦法做 要培養它來做它的東西 這不是白癡嗎 這種理由又有人信喔 多盡頭嘛 趨勢啊 不是嗎 是說某個很大的一個公司 因為接單做不了那麼多 所以培養它去幫 去做它會的東西 我家吃房菜秘訣的東西 因為客人太多排隊 市場傳言太多了啦 太多了 真真假假 這個就是假的 高檔出現假的東西 股價是真的啊 股價是早就上來的 現在講的 現在講的利多士在這邊講的 低檔都沒有消息 所以它是假的 我們來看 所以上漲階段的股票是好的 再來已經有做頭的股票囉 所以在因為有做頭股票 一個月前沒有 現在有的話 代表現在開始進行的是 來回就能震盪 好 我們再趕快看下去 第二季我的操作裡面 用風火人三個策略 第一個 續爆加碼 續爆加碼 它的線型往上走 短線 短線而已 持續偏多 第二個 整袋攻擊 橫向的時候 轉向再進去 短線 第三個 有出現弱的了 破警線 還可以偏空 甚至放空的 好 我們很快看線型 我們看看第一個圖影裡面 這是我們節目3月20號 我們來上節目的 用的是什麼 6451的訊星 當時線型裡面120 4月9號來到140 告訴我們說 只要線型保持強力上升角度 沒有壞線 你就是逢低買進 因為它會漲 不要等股票大幅拉回 或買到最低點 最底下的底部 我們不會很在意 老闆把股票買完 會出現底部 過幾間以後買第二階段 這類的股票 如果看到這種行動股票 你還是可以買 但停嘴是 如果出現長肌 你就賣 不要等做頭 可以續報也可以加碼 對 因為這種現意裡面的話 請注意到兩個危機訊號 第一個 出現橫的這樣走的時候 它叫做危險 第二個危險叫 突然間 砰 跌個八個person 明天又跌個五個person 那叫危險 沒有出現這兩個危險之前 這類股票 你就看著做就好了 還是OK的 OK 我們再看下一個裡面 下一個偽創 就講形態了 這個都是我們節目中講 這是我們在3月20號 因為主持人特別要我 要把這些形態拿出來 對 我們就分享 第一 這邊是不是多頭趨勢可以 過平台 平台是不是危險 平台跌破下限危險 或者是出現長黑 過平台你就買 目前停頓的股票 過去你就可以買 看下角圖影裡面 立刻裡面是不是 接著呢 過線了以後 從那個位置 直接往上 直接往下 放一個下角圖卡 下角圖裡面是 過那個轉向可入的點之後 直接怎樣 是不是噴 是 各位 觀念一樣說 我們技術裡面是 老闆買完我們這樣做 我們再看看 平台你就停著看 如果長黑 壞 如果過去 長紅就追 你去賣 我再給你看這兩個線 那一個突破的紅K線 是外資大買 前面那個紅K線 也是外資大買 因此 過線你不用擔心 只要過線 你不要管他誰買的 就絕對是好 下面是籌碼 法人一直買 所以目前 法人買的股票 從線型往上的都可以做 這種線型裡面 只要停頓 突破你再買 沒突破 拜託不要買 因為有些股票做投 看看下個圖裡面 高檔轉弱 破線則偏空 各位 這是不是最早長的保存 最早長的 很多表示最早長的 不知道長為什麼的 請注意看 那個叫做做投 停頓就危險 二 弱見長黑也危險 我們來檢定它 上面那個圖裡面 是不是停頓危險 第二 那個長黑跌破頸線危險 因此 就進入我給你的口訣 高檔轉弱 破線則偏空 這就是你說的第三階段 是的 陸續都出現這種形態 陸續 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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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指數性股票稱上來 都很好 營收很好 做夢開始 然後呢 有人新人 鑑定前市套牢區 開始了 好 我們再來看這個裡面 包括今天很多股票 陸續出現 那我們看看 亞光 3019亞光 他叫小頭 亞光啊 對 那叫小頭 他沒有那麼大 他叫小頭 那我們在剛剛我們所談的時候 剛剛所談 基本面好的 3324的雙頭 他沒有縮頭 我們就補出一下技術面 我們可以線上放大一點 放大一點 他基本面好 但是是最底下的時候 看好 這邊開始是不是 利多出來 你看是不是黑黑的開始震了 對 他沒有做頭 但是他要注意到說 他有沒有在想幹什麼呢 類似的東西 我們在操作上面 稍微改為短線 好 我們再往下看 再來呢 郁金光打底的 我們看這個圖形 那一種打底 當時打底是底 前進上去一直 一直在上 我們節目中一直在談這個股票 沒有利多 現在有什麼利多呢 過緊線為上 請注意到線型一路長的線型的裡面 若見它的長黑出現 或出現頭部則出場 好了各位朋友 我們一直在講 這種線型的裡面 你買它往上上去 那危險在若見長黑危險 若見橫向要小心 若跌破橫向區域叫做做頭 我們就出場 那現在我們這種線型裡面的東西 我建議在看線的時候 不挑底部 我認為它是慢的 而挑哪裡 已經在上漲中 上漲中的股票會比較好 所以這個裡面 我們用這幾招來 在第三季去做 各位目前大盤沒有壞 但是有些股票偷偷在幹壞事 但還沒有打 還偷偷的 偷偷的還沒到用力的時候 所以我們在操作裡面 稍微注意震盪中間 個股部分 所以主力下得好 指數擺兩邊 中間做個股 好 玄谷擺中間 甚至剛剛從三大階段來看 有一些還在底部階段 我們說它最近可能在落後補賬 有一些在上漲的階段 但是也要提防 第三階段偷偷轉彎的個股 杜老師特別提醒 你要在這個時候 謹慎地來做觀察 來做思考 那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剛剛灌桌講了一些 這個傳產的部分 那如果說有一些投資人 他就是喜歡做電子股 應該怎麼做呢